震动安局乐乐的必正式回应离婚的事情了。 说起杨颖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吧,杨颖在大家心目中除了颜值非常能大之外,更是一位善于理财的并且有自己想法的新时代女性,而作为黄晓明的妻子。 两人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都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2017年的时候,两人则是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小海绵,而对于小海绵的保护,两人更是不遗余力的十分严格。 但是近日网上却传出了杨颖与黄晓明两人即将离婚的消息,甚至还传出了黄晓明出贵外国嫩魔,所以导致两人感情生变。 而在黄晓明否认传闻之后,杨颖如今也在L的访谈中大方分享自己在婚姻中维系婚姻的方法,因为在她的心中,爱情是需要妥协与退让的,所以在婚姻中更是如此。 而当杨颖说到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其实就是需要为了对方改变很多自己本身的生活习惯的,这些都是她可以接受的,但是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婚姻关系中有第三者的出现。 想来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吧,但是从杨颖采访时那么坚定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想来应该是她最不容挑战的极限吧。 杨颖与黄晓明两人结婚已经四年,网络上时常会有一些流眼纷飞的情况,对两人的婚姻也总是诸多猜测, 而对于网络上近日流传的两人离婚的消息,杨颖的表现似乎也非常从容淡定,想来这么多年她也已经习惯网络上的这些流言蜚语了吧,而对此她的回应也十分平淡,但是却态度坚决的表示,无论谣言再怎么传都不能涉及到儿子小海绵,从这里有没有可以看出一个母亲的爱子心切。 在很多人的心中,杨颖一直以来都是女强人的形象,少女时便出道了,从模特到商演,从香港到内地,这么多年来一直如同陀螺一般旋转,而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她也收获得了相应的知名度。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杨颖却逐渐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想更多的陪伴孩子,想来她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让小海绵失去应得的母爱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杨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妈妈。 大家觉得呢?大家怎么看戴阳颖回应离婚仪式也首报婚姻底线最不能容忍第三者存在呢?欢迎留言评论哦!